女生很可爱 生气之前还有预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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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很怕他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不知道你是他的女朋友 但其实 两个人在一起 出现在公众面前 你们两个人什么关系 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 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大家朋友一聚会 我带了一个女孩来 她一挽我胳膊 我们两个人一对视 在场哪个人 不知道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形式 要很正式跟大家说 我女朋友 这是对你的尊重 我理解 但是 如果真的是 很自信这段关系的人 不会这么在意说 有没有这么正式 给大家介绍说 我是谁谁谁 所以内心的不自信和自卑 完全来自于你这边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 有咱吵架的时候啊 分贝稍微下来点 我都能想象到 你们两个人在生活当中 这种吵架的场景 你会让他有一种 特别想逃跑的欲望 如果你长时间 以自我为中心的 肆意地去圈械自己的 这种情绪的话 会给对方 带来很不舒适的感受 因为你完全不听我在说什么 你只是一味地在发泄你的情绪 可是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 是要先放下情绪 去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打心眼里 这么不认可自己的话 觉得我比你大五岁 我好像就怎么着了 那你还不如放手 你找一个比你大五岁的人 是不是 如果你一直这么拧巴 这么纠结的话 苦了你自己也苦了人家呀 对吧 好吧 就给这么多建议 谢谢 我也非常同意 参加老师说的 这个五岁的确是你的一个坎了 是心理上的坎 你为了能够稳定你的情感 于是呢 你想去掌控这个局面 希望他都听你的 甚至每个细节都听你的 包括介绍 包括尊重 不断地强调尊重 其实你就是希望说 如果他完全都按照 我的意愿做的话 我就觉得安全了 但如果你真的按照这个方式 来做的话 不管对方年龄 比你小五岁 还是大五岁 都得失败 因为没有人 会完全按照你的意愿去走 一定要学会去包容一些 和自己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们能够去包容 别人一样东西 他所给对方带来的感恩 其实远远比责备指责 来得更有力量 一个介绍有那么难吗 不会有那么难 他应该在内心里面 再去反抗 因为我也希望 你尊重我 所以如果两个人 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我们已经看到了 两个人是越来越累了 你的脾气 越来越吸紫底里了 但刚才你争吵的时候 听到声音 真的都想逃跑 特刺 真的 这样的女人真的不可爱 慢慢慢慢地 把你那点的好 都耗没了 首先呢 我们先把自己 变成一可爱的人 当你变得自信的时候 年龄可能也不再是问题 那么南方这边 他因为这样的年龄的差距 他是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有些细节 他可能不要在乎 这样的一个形式 如果你觉得 能够给到对方 那就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软化他 如果发现 你也努力去做了 还是软化不了的话 说明这五岁的年龄 是你们两个 都逾越不了的卡 那就彼此放过 但是也请听好了 在和任何人交往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非得要那么一个自尊 非得要一个尊重 两人都想要尊重的时候 其实都不尊重 那就麻烦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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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